1比3或者是1比4对重 哦已经开始了 已经打起来了 我们看到这边erst是拿了一个麦克雷吗 对erst拿了一个麦克雷 好这边是hypness拿了一个麦克雷 两边都是一个长短枪 镜像阵容 是的双方麦克雷对点 但是一个是在下面一个是在上面 怎么说 有高台位的肯定是 对高台位会比较舒服一点 这边其实位置有点脱节了 哎呦这个没有印到 但反应是很快了 对两边都是各掉一人 票点掉了这边的一个DM 两枪三枪差一枪 但是场面上自己LGE是有优势的 应该是可以踩点 对因为FZ这边的人 因为掉了一个温斯顿的话 没人敢去踩那个点 呃其实这一波LFZ没有打过 是他们那一波做协同 好像出了一些问题 对他们那波协同 就是他们想的是 温斯顿带着猎空 去做一波突进 但是是没有扑死人 而且队友好像有意识的 想去踩在点上面 不想管这个迈克雷 是的 这波感觉又是要跳这个迈克雷的感觉啊 迈克雷 气势熊熊 直接破断 挂了一个一伤 直接抵 直接抵 保下来了 还堵死了一个 堵掉这边那个 呃死的 被黏了 被黏了 直接抢 直接抢了 这边凯莉 受了这边一个Lucy的 那这波应该又可以守下来了 是的 那这一波依靠着LGE整体一个非常好的协同啊 是的 保着迈克雷大哥吃资源 然后去和LFZ整体的去打 那其实这个有点像他们早期的一个执行的战术 因为王林这位玩家就是一个很适合 就很 擅长去吃着资源打伤害的一个 吃着资源打伤害 对一个选手了 因为他本身他就是他最熟悉一套打法 所以 在这个龙队的时候 他其实在OWL的赛场上 他的这个迈克雷跟黑板盒是 发挥比他裂空要出色的 对 哎 直接被晕漂亮 直接是载到这边一个DM 是 这要退了要等了 那等的话下一波可能就是最后一波 不能输这边FZ 对 就是在这个顶级联赛打足了 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天天面对的都是神仙 你回来 你回来面对的 你可能就习惯了 对吧 就是你知道神仙会怎么怎么弄你 我们知道DM也是很猛的一个裂空 但是刚才是被这边的王林阴的一波 这波直接踩一点最后一波了 怎么说 就是说好像还想去找 对 哎呦 我弹下去了 很关键这波那没了 但是麦克雷的博弈上还是赢了的 不过温斯顿这波谈真的很厉害 没了 这波 哎 又点了一个 点了两个了 还有一个 51 往前走 好 不急了 这边直接点到这边一个DM 炸弹炸掉两人 再点掉天使非常的carry了 那又是依靠着亡灵的这一波 终极爆发 不过新月还炸了两个 你看到吗 啊 这一波就完全是明星球打回来 哇 100比 11 大凶残驴王 凶不凶残 就问你这个 不不 我觉得紧神凶残凶残一点 啊 他那个麦克雷炸弹炸两个也很秀 对吧 就这波真的是双C carry 双C 你没看到辅助 他们其实保的真的也是 是的 一直没死 给着资源 那麦克雷就在自己辅助 还存活的情况下 吃了资源慢慢往里推进 残天使有得打 毕竟是东东的天使 大家对吧 心里也就都有数的 有数的 那第一张图LG这边发挥非常的好 是两边在一个镜像阵容的情况下 但是这张地图有点难 对了 这张地图要 嗯 是的 就远一点 懂的人都懂 懂的人都懂 就远一点 这边LFZ是拿了他们的一个招牌了 是要拿招牌了 是拿了一个放狗 他们的招牌一直是放狗 然后这边LG是拿了一个长短枪 带黑影的长短枪 新音乐也是一直在玩这个黑影的 看一下这边这边划过来 找了麦克雷 划滑梯又划回去 再划回来 诶 想了一下 要划过来 怎么说 是要打一波集火的 他们这个放狗 这 等一个有缘人吗 不等了 跟集火 集火好像出大事 集火 麦克雷死了 刷起来了 果然是 LFZZ拿出他们这个比较 放手 呃 就是拿手的一套放狗 是打的行云流水的一套集火 那这边一个黑影体系 带麦克雷的话 不算是特别好用 原因是因为 其实你这麦克雷 就给对面一波 不可能让你走出来的 我觉得 它可以换的 就换那套国际通用阵容吧 或者你长短枪也行 长短枪 麦克雷吃资源很强吧 那你就换一个裂空来配合吗 因为你在长短枪 你遇到一个 我这边跳着打 这 这么秀吗 就是在面对很成熟的一套放狗的情况下 你长短枪很难接得住 真的很难接 这边儿斯特有刀了 你看到没 文斯盾在楼上 直接一步 你看这个伤害 反应不过来瞬间死了 这就是一个强队的集火 就是一秒钟你的人 你发现你队友就没了 就活生生的一个人 大变活人给你 大变活人 刚才都没有 那个刀都没砍上去伤害 哎 黑了这边一个D吧 黑了这边一个Michelle 没啥用啊 对没啥用 伤害打不出来 而且本身带的是麦克雷的话 黑影就算黑了很多情况下 都麦克雷不好 去跟那个伤害 但是星月刚才是交了EMP吗 没有看到啊 应该是交了 而且 他们这阵容就EMP交出来了 也不太好 哎 要死了 宝珠了 漂亮 这边看一下怎么打 不气到有的 看一下等一下怎么交 文斯盾直接原始帮助伤牌 打掉了几方的一个Kelly 一箱头 还是 不是一大 这想去毒那个裂孔 闪会非常快 拉起了这边Kelly 点上应该还是可以打的 这边DM还是要找这边的一个王林 配合自己的一个双前排 还直接凸脸 居然没有跳死 这边收我的自己已经掉了 开启一个聚合射线 这边怎么说又盖了一个阴障 被黑了 收掉这边那个王林帽子飞了 这个时候再去找对面的一个辅助位 不过星月再凑去残局里面 开启一个 这个EMP加一个胜 看效果怎么样 可以 这边宁珈收了两人 清场非常的快 应该是没了 只剩下一个卢校 漂亮 这边但是一点就来到98了 下一波只用打一波 而且这边FZ的话技能还算比较多 下一波是双C带一个核爆 没有辅助大招 不过对方也没有 这波只要前排配合着 跳在麦克雷的脸上 或者谁去吸一个 想用弹 这一波基本上就有了 那我大胆预言已经没了 就长短枪 你想手这个放狗 手这个100比0 对吧 可以算现在是100比0 是比较难的 他这个 他那把刀 你给这把刀 来了 来了 要死 出事了 出事了 只要文斯顿或者前排 带着这边 对 带着自己的大兄弟 但是后续凯莉也是掉了 这边场面上是一个四打六 收到这边的一个Lucid Lucid到了 不过这边还在利用 下面的一个井 去做些规避 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毕竟麦克雷已经没有了 还有一个核爆 双T带大 看能不能返场 等这边的一个亡灵 以及自己的一个辅助返场 看有没有机会 点掉这边一个DM 又是点掉DM 有一个武士一道 有头 这波好像手下来了 这波怎么一返场就全溜了呀 我们看到这边 王林又是收到这边DM 而且接下来凯莉是有一个大招的 下一波可以强行保着麦克雷五十一道堵 而且EMP已经准备就绪了 所以整个LF的话现在还有点难 今天DM的这个压力好大呀 直接五十一道堡堵 又是接一个EMP 但是没有打到没有放到这个聚合射线 还好收到这边一个收到点上这边 LG是占用式的 看一下又是找这个裂空 烈空死了又是被王林点掉 但是拆到这边一个技甲要不要跳 银甲应该是要跳的 不跳吗 最后一波了 下一波是最后一波 带刀了 这个刀很要命啊 而且是阴障刀很难去抵抗 这波应该比较难了 只要这个LFZ他们保证他们反场摸点的时候不要吊人 直接阴障反场 直接把刀那应该是没了 这波是真的是接不了 接不了没了 哇很可惜这张地图 死在今天 想跳下去都不给机会 对想跳下去都不给 那其实这张图真的是非常可惜 好的那也是双方战程1比1 来到第三张小数 其实LG已经打得很好了 他那几波能反场已经很不容易了对吧 对吧 那波是erst的一把裸刀 但是这边没有任何技能可以去接他他 在砍掉一个亡灵的情况下 然后后续双T带大 对吧 这边是温斯顿有大 然后Diva有大 双T大交完之后 等到自己的一个亡灵以及辅助反场之后 收掉这边一个DM 然后成功反场 但是最后一波有一个阴障刀是实在没有办法 哦要对居了 这边不选择让DM拿G吗 这奥斯特拿G 奥斯特拿的G 打了一个长短枪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 双方可能还是要在G上面去加 3T加一个黑百合 看一下 看一下两个黑百合的博弈吧 应该会比较近 3T黑百合的话有点意思 那黑百合一个人挂 然后旁边的人全部 哎这边有点失误 是掉来了 这边是有点失误的 掉来了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这波是直接被单找了 那应该是没了 吃了一个二百五血包 能不能打过这个DM 应该是比较难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 3T在DM里打得很乱 这个路巴尉挂的一个异伤 血量非常的低 自己的亡灵也是被收掉 那这波第一波应该是没了 其实第一波是比较可惜的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LGE跟LFC都是选择走这个独木桥 那LFC这边是一个3T的阵容 他们走这个独木桥是有优势的 对面LFC是个双T 对都选择和你肉搏 但是对方还是可以规避到你黑百合的一个伤害 同时本身肉就多嘛 伤害又够 这Earth是打出大来了吗 好像是开着透视吧 还是 他应该是打出透视了吗 但不可 不然他的能量不可能是零啊 你看这波非常的凶爹 还有炸弹 对 这个炸弹 感觉要要命 站得非常的紧 这边也是 打了第一波3T 直接一个Q闪 连到了这边的一个温斯顿 收掉了这边Azumi 但是亡灵锯掉这边 这边一个Earth 场面上5V5 怎么说 拉起来 开了一个聚合射线 这边反方 反面开了一个圣 双服技能都交了呀 而且但是这边一个温斯顿有点厉害 有点凶 刚才是自己强牵着上去点 自己被收掉 这波突进打得有点急啊 掉了两个人 这波打得有点太前了 新月想去找到对面后盘 没年到 但是配合这队友能不能杀掉 收掉了 那这个点应该是有了 对吧 电力只剩下一个地板 这波是我们刚跨完SWAT SWAT就带着自己的天使送了一波 打得有点太凶了 这一波 那点是来到57对25 两边的技能其实都还差不多 是的 而且网民这边有个视野 视野开起来 黑白河不敢飞了 这个视野的这段时间的话 还可以去看一下对面的一个落位情况 辅助也好 好好去规避一下 王林其实打得很保守啊 他都没有站什么高点 也只是站在一个一楼去选择对局 也没有选择一个飞天狙 飞上去 怎么说 对不对 怎么说 我偶有空着被两枪 直接打死 儿死的这个黑白河也是准啊 直接盖了一个阴障 命中 没有Shift 躲不掉 直接被炸死了 场面上一个四打六 那这个阴障一定浪费 这边一个Izumi直接拍掉 这边一个Lucy的 是的 找着星月打 那星月这边回溯一焦出来 只能往后推 这个时候再去找前排 前排直接死掉 再去找到这边一个Diva 星月还想去续续点 这一波还是要续一下 星月还能续 续不动了 76应该是 76对58 还可以 这边LFZ看一下 和技能有点多 对双T带大 以及一个圣 反观LG这边是 墨移马上一个聚合射线 那其他技能不算特别特别的关键 这一波而且像这种LG 节奏打的比较偏慢的起控下的话 下一波应该是最后一波 谁不能输 是的 拉格起来差点给一枪 恩斯特这边打得好凶啊 完全不许女王林 哎 星月直接掉下去了 掉下去是怎么回事啊 呀 被拍下去了吗 因为温斯顿开启了大招的 再拍下去了一个温斯顿 但是 想把 哎 这最后一波了 没了呀 没了呀 没了 这一波温斯顿就整个LFZ 打得非常的主动 在对面还在落位的时候 直接跳到脸上去 温斯顿开启大招 然后星月是掉下去了 内部掉下去实在不太应该 因为猎空在这个环境里面 伤害 又是一个Q闪 很重要的 噢呦 DM这边有点秀 在规避到对方黑白河的一个伤害 直接开去射 好的 那也是恭喜LFZ在第一张1124上面1比0暂时领先这边的一个LGE 是的 但是其实今天可以看到LGE确实打得非常不错啊 给到了这边LFZ整体来说压力还是很够的 很大的压力 对那其实今天来发挥的话 我对他们后续的几张地图的话还是有所期待的 是的 就今天明显能感觉到LGE手感很好 而且 然后他们的一个核心注重点很在 就是很到位 就比如说我这波要给麦克雷吃资源 我一定吃资源很到位的 然后我们前排这波要注意生存 让自己后排穿造更多的一个出出空间 他们一定会这样子好好执行 是的 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王林拿出麦克雷的情况下 DM这边一个压力非常的大 我很久没有看到DM被这样狂杀 他今天击杀率很 就是死亡率很高 但是确实第二张图发挥的这边王林 确实没有Earth这边好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 还有三张地图 一会回来 那些人员 本身的第一手 要不信用 出火,我看着了 要不要扶持认出来 非常小心 我帮你 不渡 这 Cela不停 尽量 今天 游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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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杰柔时光 我是罗音 那在第一张地图上这边LFZ是2比1战胜的这边那个LGE 但是我们看到LGE在这边演员了之后啊 确实整个队伍是像换了一个队伍一样 就像我跟 你表情怎么那么开心 我真的没想到确实真的挺强的 哇真的猛 就是当然我们有一说意啊 就是他的一个麦克雷确实是准 但是他的黑百合在刚才就刚才那张废墟上来说 他是没有对过这边的一个EARST 是有点被压制了的 给我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他玩麦克雷的时候特别自信 很稳 很稳 非常稳 就是你猎空来找我 我根本不怕你 就他一点也不慌的 对吧 就是非常的一个稳重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在这个神仙的世界里 就是活了一段时间 对吧 就是各个猎空都是那种终极大哥 终极神仙 然后就是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对吧 也是知道怎么去应对 然后在面对这个 我们知道DM也是非常强的猎空 但是第一张图以及第二张地图 他其实在面对王林的时候 他是 我觉得他是有点大意的 他可能有点 因为之前他其实 我觉得在这个前几周的比赛里 他的一个猎空是 为所欲为 你懂吗 但是这次骑了一个前辈 前辈吗 是前辈啊 OWL 是的 就遇上一个大哥 对 有洗礼过的人 肯定是前辈啊 而且 还有一点是什么 就是他玩到黑白盒 就王林玩到黑白盒的时候 就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明显感觉自信力 没那么高 他不敢去落到一些比较 高位 对高位去找机会的位置 他怕被对面拘杀掉 其实这种情况下 你越怕的话 手越抖 有的时候你的瞄准空间 也会越狭小 然后对面放宽心的话 你和你对居的话 你可能压力会感觉大一点 那同时还有个原因就是 对面规避的很好 我们可以看到 对面真的规避的特别好 就每次他要急火 要打你的人的位置 他一定是在一个 深坑靠边的位置 让你黑白盒找不到 同时亡灵本身自己 落位不是特别大胆 所以他的一个设计位置 本来就被压缩的比较小 同时对面还规避的好的话 而且再加上 对面的黑白盒给的压力 这把LG输的也是比较明白的 就安排的明明白白 让你知道怎么输的 而且我们看到 就LFC这个队伍 全还蛮就大哥是有道理的 就是他们之前一直 上一场是他们打TW的时候 是DM拿了一首黑白盒 我们知道Crystal的黑白盒也很准 但确实也是被DM压制了 然后这个今天是Erst 是由一个自由人位 拿了一个黑白盒 也是非常的准 这个就很恐怖 对吧 你为什么突然就 没有我在想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们两个选手的黑白盒 到底谁更准 那我觉得是DM更准 因为上周我看过 DM的那个黑白盒之后 但Erst今天发会也不差了 就一张图可能比较难以去评判 但是我偏向于DM会稍微准一点 好看一下第二张地图 选什么努巴尼 果然是努巴尼 因为LG努巴尼 算是他们一个主场图了 他们以前就很喜欢上 就以前他们可能还是 在打天地狗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这张地图 那当时他来到了 现在亡灵的一个到来的话 他们主要还是偏向于长短枪 我与你要说 来到一个亡灵的时代 我差点说出来 我感觉就是那种感觉 懂吗 我差点说出来 就像这种长短枪的话 这张地图发挥来说 也比较的合理一点 对 但是进攻的话会比较难打 因为我们看到在第二张 这个伸井 这张地图上面 LFC是拿出他们的一个 比较标志性的一个放狗 拿出一个放狗的情况下 我们发现这边 虽然LG已经接得很好了 就是刚才那场 不仅是亡灵 然后他们的这个东东 发挥也是非常的亮眼 他那个天使 七进七出 对 非常难死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在面对 那你是不是说 他和我 王林匠是天造地设的一队 就我天使拉着这个麦克雷 我天使不死 这麦克雷也不会死 那这两个人就 怎么说 就是我们有一说一 刚才那个 我们看到 我们也看到 LFC那套放狗 确实跟国内的一些队伍 可能不在一个档次 对吧 他们那套急火 就是大变火人给你 就是 瞬间给你变不见 瞬间就没了 就是队友人没了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们还是接住了好多波 对面的这样一个强跳 都是宝珠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双斧 以及王林 那我们来先回到这张地图 LFC是拿的一个国际通用双短枪 LG是拿的一个放狗了 放狗了 这边星悦是拿了他的一个原式 但是放狗 这边选择走二楼吗 像从二楼跳 我很久没看到过 我王林匠的一个裂孔了 是的 很久 因为一般都是低压打 一般都是打双短枪 这波星悦 被黑了 直接被激活 打掉 而这边还选择踩点 找到对方裂空 但是还是不选择追 踩点踩了一格 还可以 在掉了一个原式情况下 还踩了一格 看一下后续 要不要做一个铺的一个动作 LUCY的血量非常的惨 直接上去秒掉 回收的安娜 安娜瓶子也没有 直接再击杀了 击破掉 看一下后续 但是自己断奶了呀 不过这边LG的一个人 马上要回来了 还是被打掉了 没了 站了一格 星悦的一个 这个刀60 作为低 70还可以啊 还可以 作为第一波 第一个掉了 他有70刀还可以的 但是黑影下不过有大力 这个很要命 而且他们双辅的能量来的都比较快 等于说是 下一波的话 LFZ已经到LFZ的一个整体的combo运营的一个阶段 是的 他们已经可以开始做选择体了 就是怎么去安排自己的这个六个技能怎么聚焦 对 激素星星一波 然后EMP一波 然后又激素星星一波 这个是韩国战队非常擅长的一个能量运营 而且特别是当他们有这个能量的时候 好的 又是这样老原始 直接黑了 D也效果非常的不错 黑到了双D也很多人 直接射到这边一个Azumi 然后又黑了这个亡灵 自杀了 自杀 有了 那就这一波只是依靠着一个EMP 好 还可以 下一波就是激素星星 或者激素啥七七八八的东西 往你脸上怼就行了 其实还可以 因为下一波LG1机面有六个打招 但是对面其实也有五个打 也比较难打 而且LG1在这一波是他们比较关键的那一波 他要考虑清楚 就是拿这一波和对面硬碰硬打不打得过 对 如果这波没打过的话 就有点雪崩 要么就 但是 这波可以打运 也可以强打 直接黑了一个墨仪 卢C 卢C的直接掉了 但是星月被炸死了 激素也给出来了 Oz.D 激素星星空头调出来 但是被一个 能上吗 上不了啊 这边是亡灵炸掉 这边一个sowout 还剩下一个亡灵加上卢笑 很难打了 打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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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哇 这波甚没逼出来 然后这波他们是强调卢C的 然后卢C并没有选择开剩的情况下 星月被炸死了 对 星月不被炸死 这波刀 拔出来的话应该可以进场 而且凯莉在还没有进场的时候就已经被黑了 他这个聚合射线没有交出来 不过好在是技能流到这一波嘛 那这一波的话对面enp还没有准备就去 而且上一波激素已经交只剩一个产塔的剩 直接去不如我交出来 对面是有剩的 剩的没逼出来啊 吃剃 吃得掉吗 没吃掉啊 等下一波了呀 这出师的呀 对面这一波要进场了 要强逼 这个必须得逼出来 直接交 自己也是盖一个阴杖 这把刀还捏在手里 什么时候把 等这个阴杖结束了 要有enp了 再不发要有enp了 有了 但闪回了 这把刀怎么说 直接被一个瓶子砸死 这把刀还没砍出来 就被砸砸死了 因为根本没有踢跟他呀 网里也是掉 也掉那没了 没有了 而且 只剩最后一波了 技能的已经all in完了 对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亡灵这波 终极 凯瑞 上去一个炸弹炸三个 这样的吗 炸两个可能都不行 对面的阵容 想炸三个有点难吧 说实话 炸两个比较关键的 双斧给他炸 双斧加黑影 炸这三个好吧 我已经给你选好了 看一下这波怎么说 对面进了非常的多 enp 然后还有这个 激素 这波很难打 直接黑了 直接激素 激素温苏顿配一个黑 收掉这边一个星月 这个炸弹炸到了这边的一个小D 小D吧 没了 很可惜啊 好的 基本上也是A惨 没有什么问题了 开出一个G呢 也是被集火掉 只剩一个裂空 想去续点吗 没办法了 好的 那LG LG也是被打了一个A惨 挺难受的 我们是看到 像LFZ这种成熟的一个队伍 去拿这一套体系 确实打的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吧 就是一样的阵容 但是不一样的感觉 主要有个很关键的点就是 你越是那种很严谨 就强了队伍 打努巴尼的A点就很强 就贼猛 就是原因在于他们很能规划自己的能量 同时他们每一环都执行得非常严谨 你之间的一些小配合小combo 交得非常合理 就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层次感很足 一波一波的 然后利用自己让点 利用自己的一个伤害的规避 利用自己一个纵身比较长的一个辅助的站位 去不断的去磨掉你那些激进 或者是那些失误的人 稍不留神自己就死一个 我就这样给你就算吧 这个Ost这个黑影 他第一波黑了一个圆对吧 第一波打赢了 第三波他是对面LG带了很多大那一波 他黑了一个墨仪 墨仪大没开出来又赢了 然后这是他的两个右肩黑 直接赢了两拨团 然后他的两拨EMP也是 赢两拨 又赢两拨团 这四拨团了呀 对啊 这已经四拨团了 给你算快一点都已经一半时间没了 他的这个确实啊 就是会玩的黑影的一个体系的一个队伍啊 去对上 就你拿一个纯放狗不带黑影去打他 确实会吃亏 对很吃亏 而且其实带刀的那一波特别关键 但那一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他被炸死了 他也有可能被黑了 犯了一个比较严重的 就是平时我们说的比较多的错误啊 就你们我们都知道 就要这种拿出来 你就要知道他的核心点是什么 对吧 你拿原是这一波 那你原是一定是队友最关键的点位 那你最关键点位 大家都要保持你去执行这把刀就行了 你只要把EMP骗出来 然后保持执行这把刀 我们靠着大招和对面大招互换 利用这把刀的一个爆发力 还有机会 像这种比较散一点去打的话 肯定就有真的有点难 对 我们看一下竞互方是拿了一个纯放狗 而LG选择一个狂鼠加黑白鹤 那我觉得没了 下定义了 不是 对面是纯放狗 拿个黑白鹤加狂鼠 这个太太熟了 这个 随着一阵光线 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 对 很惨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一波 疯狂 S2好像选择了还是选择一个混能量位置 这波差点可以秒了 但是其他人呢 这我们OB视角只能看到这三个人在这 就换能量 诶 这么死了 直接把星月给戳掉了 这黑白鹤挂的很后面 打不到人的 踩点了 你去踩点 温斯顿要被激活 这个位置你打不到人的 还没跳好 这个温斯顿 但你是要踩到这个夹子 这些血量压的非常的低 温斯顿到Shift就有了 真的是要伴随一道光吗 结束这一张地图 暗示一道光 41滴血 没来的 好的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了 可以恭喜LFZ在第二张地图弩你再次拿下神秘 而且这波是守了 对面一个A惨 而且进攻打得非常的稳 非常的稳 那我们是不是预言家坐实 就真的一道光就没了 伴随着一道光 A点就被拿下了 那确实LGE 他们拿的这套阵容就不存在运营之说 他们这套阵容就是靠 就靠明星球 对 靠完各的 就除非你每波都打出明星球 你才能守对方一个A惨 那其实也是 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踩太多 而且他们这一波 对面守了一个A惨的情况下的话 本身自身压力很大 可能想出现什么奇招怪招 这波手下来就手下来了 但其实确实对方也不给机会 打得特别稳 特别凶 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我们说的那个 我拿袁世 这把我就要运营出这把刀 然后去打个爆发 在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 他的队友除了在后面牵着奶他 袁世保证自己不会被黑白盒一枪抱头 然后去保持一个安全的位置 不断混的量 不断混的量 就搞这LG整边也很着急 他就怕袁世这把刀出来 但是没办法 对面执行的就是好 真的出来了 那还剩两张地图 我们也是希望LG可以加油 那我们看一下精彩回放 一会儿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明镜茜茜茜茜о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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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到后续的话可以看到不要再掉入那个自己的怪圈 就是打一套什么个品本事的这样一套阵容 其实他们之前除了他们赢的那一小分啊 赢的那一小分其实那张地图我觉得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每张地图每一个点位对面都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所以还是尽可能的去找准一下他们后续有没有制定出来一个比较细 比较细节的一个执行的走位站位和打法 如果我要依靠着就吃资源依靠着亡灵的一个个人比较强劲的实力 然后吃了资源这样去打的话 那怎么去让他活得更好活得更舒服又是个问题 毕竟他叫这种有点退版本 现在版本非常退版本 对不太会去用这样的一个打法了 如果他要抛弃这样的话 大家就要打一个比较团队一样的东西 但其实交给现在的YoYo Television Series的话 有一点点的难 原因是因为本身是全新的人 是的 他来了一个王林吧 然后教练组也是新的 是的 所以他们正体要执行一些新的东西的话 也需要一点时间 不过今天的表现来说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觉得是在我期待以上 因为我们赛前就说1比3或者是0比4 就是其实因为王林刚来 他们打的第一场对手就是LFC 我估计都没怎么训练过他们 对就是第一场的对手就是LFC 然后能展现出现在的这样一个磨合度 其实已经很高了 因为我们知道对手是这个 可能是现在CNOW前二的队伍 对吧 LFC 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强者情况下 他们打的就是第一张图打的还是有来有回的 那第二张地图确实是 我觉得虽然我们就说王林的一个短枪啊 跟他的长枪会比较差一点水平 但是刚才这张地图上 其实他的一个裂空只能说中规中矩 没有太大的失误也没有太大亮眼的地方 反观是新月这边被针对的非常厉害 除了第一波他这个原是被黑 对吧 被喝完之后 然后他反场是刷到一个70的刀 然后在后面是那一波 好不容易对面长亚塔掉了 他可以拔刀了 被和爆炸死 然后再下一波 对面是和尚有剩 逼出剩之后 那波又输了 他又拔不了刀 对 然后直接来到最后一波 他有刀 对面没剩 没有什么EMP 你着急 自己红着眼就上去了 对 自己的双T没有跟他 就是四分钟他拔了一把刀 然后念了个台词就没了 那个台词就没了 对 一个瓶子直接手上扎死 是的 来到了 对 来到了这边月球地地 我就说LFC这个队伍 他就是知道你这个 他一看你这个阵容 每个每个队员的脑海里 就有一个 到底该怎么运队 对 到底该怎么打 怎么打 我该怎么打 我怎么该去针对你 对吧 那就是我一个看到这边黑影 一个是去黑你的原事 第二个就是黑你的墨仪 对吧 都是非常要命的 而且两波我们是看到 那两波团是 仅靠一个右键就打拨 打败的团 是的 好 来到这张地图的话 给下来FZ 拿的是一套 就我们知道 很赖的阵容 很赖 而LG1的话 要考虑清楚 他们具体要拿一套 怎么样的一个阵容去打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 在一个强队 他们在打这张地图 使用到这张阵容的话 通常都很强 因为他本身这个阵容 没有太多的一个缺陷和短板 太明显缺陷短板都没有 而如果你要小技能去打的话 又挺难的 但是你要利用大招的一个 去打的话 你的容错率就很低 所以这个时候 再考验到对面 本身又继续整体 这套人的磨合程度 不算特别高的情况 相对来说 就会难上加难 是的 没有太大问题 拿了一个312 是王林拿死神 然后是Diva 路霸 以及莱因哈特的 一个三坦的阵容 对 直接拿死神 要继续猛了 但是这波 看一下拉点 看一下拉点 他家 又没请到 但还好 踩的是个莱因哈特 只要盾 不会死 盾一下碎了 完了完了 他被炸了一下 挂了一箱 还好 但是已经50能量了 回一下盾 回一下盾 别着急 还好 两边都是50能量 这边狂鼠50 然后这边 凯里是直接70 我猛掌猛掌 这个墨移的80 这波应该拿起来 应该有了 这波应该有了 要忙了 要忙 哎 这 刚 对 那应该是比较难打的 果然而死了 直接炸掉两个 我们看到 在这个开启聚合射线的同时 这边不需要是直接死 这个是有点奇怪的 而且还是被狂说的死 他可能是被一个左剑 就是不知道从哪来一个左剑给弄死的 这波是比较上的 是的 而这一波打赛的话 可以看到LG1本身是个地推阵容 上去没有混到太多的能量 反倒是这边LFZ的话 整个能量你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高 接下来就是双斧带打 只依靠着一个轮胎 就把上一波团兆给守下来 那这一波会比较难打的 而且其实这道阵容 LG1他在不断的去尝试竞技 完了 他们要选择拉左边了 那边更难了 我也觉得那边更难了 去月球吗 走了一个奇招 全家老小去里路游 轮胎又来了 一波一个打 开开门 你开门 就卡在门口 这 哇 这啥呀 这怎么死了四个 他们是放弃了吗 直接刷屏全杀了 他这波杀了七个人 七个击杀 很久没有见过这种东西了 七个击杀 他们在里面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吗 好像听 不是 英雄的声音能听到的呀 听不到吧 他外面空气无法传播声音嘛 他总还是要越过那个空气的呀 是这样的吗 听不到是不是这样 我没试过 不是 怎么会就这样静止 就指着轮胎就走上去了 这太恐怖了 卢斯宜又收掉这边一个东东的卢西奥 更可怕是你看狂鼠现在能量 对 又起始了 又来了 哈哈 一波一个胎 了解一下 这个真的好头疼啊 但我真的不建议他们拉左边啊 左边更难拉 这卢西奥怎么办 刺刺发抖 有点惨 乐投一下 回去接卢西奥 选择回去接他 好 轮胎又来了 我这一波轮胎又扯你脸上 还有一分钟 好难受啊 LFC好像跟LFC打这张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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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看一下看一下 运行都是一样的 看下这波几个 又去歪太空吗 哎 是不是又听不到声音啊 又 把人家的炸飞起来 全炸到天上 呀 在在在 这怎么说 回家吗 哇 这好难受啊 直接转 看没了 又是一枪头 聚能射线交出来 FJ这边整体来说的话 能量还非常多 又有轮胎了 这啥呀 他是不是挑了三倍能量 三倍能量 三倍能量 有点过分 哎 我觉得这个比赛其实挺简单的 其他队友全部在挂机 啥也没做 对 就他炸得完事了 丢轮胎丢轮胎 扯一波 就疯狂丢垃圾 你看他这几个队友 除了DM交过大 其他人谁交过大 又来了 同样的位置 一样的味道 又是两个双狗 没了 那这波没了 啥呀 屠杀呀 这个图 一个人就是一个军队 没了没了没了 走进点就算赢 但我真的好像回想了一下 就是跟LFC打这张地图的队伍 好像都是A惨 都有点惨 都是A惨 我印象中是这样 就是拉 根本拉不了点 拉不过去 这就是我们赛前所预测的那样 这样阵容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短板 然后你要 他个人实力又强 配合又强 对 你要进去这个点就是最大的解决的问题了 是的 你进去点 可能大家还有得打 有来有回的 对 还能找着机会 你进点 就还是守望先锋之游戏 对吧 不进点就是 对 就很难受 就一个轮胎扎了7个人 右上角7个击杀 好的 那也是攻防固换来到 但是不好说 你忘了今天 我们 还有前天 对吧 都是这样的 57.1 比今天36要多 那有机会 有机会了 看一下新月侯王林的两个C位的发挥 因为其他单位其实在对方没有进点前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是的 就 只能在旁边看着 投币一下 投币一下 那你要知道 这可能是 王林之前少数有 查到过精彩镜头的一张地图 我还一直记得就是当时原始的一个Shift 哎 直接王林一枪甩枪甩到Shift 终点的位置被打死了 那一波还是挺修的 所以也希望 LG在整体的这张地图能找到一些感觉 三十秒后 我觉得他们 呃 作为一个就是 他们其实之前几场 状态都不好 这样一个情况下 然后换了一个新人上来 然后 今天这 呃 就 不说后面两场对吧 第一场他们展现出来东西 整个团队的配合 在 长转枪这一套这种上面 他们打的还是不错的 也像我们赛天已经说的 LG一直是一支打长转枪的队伍 那他们在这样一个刚磨合的情况下能打成今天这个第一张图那样 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个成长的空间的对吧 对 对 对 看一下这边 先去拉点 哎 哎 哎 不是 哪是个放狗 看一下 大哥叫我们这张图怎么拿这个 放狗打对面 对 看一下大哥教学一波好吧 等 不急 还是等 一波 直接上了 对 直接上这么妈妈 这个 那是 看你掉了 断奶了 我好凶啊 他们这直接 充脸就双腹就死了吗 这狂鼠也没了 而且莫伊拉还活着 这一波回血回出来的和直接没有了 直接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 这边换了个卢西要想去赶场 但是对面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 而且存活的人非常多 又是放狗 而且可以看到技能情况下一波莫伊拉马上就有大招了 好的 那基本上也是可以恭喜这边的LFC在第三张地图再拿下胜利 也是应该比较轻松的 也是确定胜利今天 嗯 我们看到强队啊 确实感觉贼轻松 就不知道为什么很怪 对吧 他也他有 你说他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吗 没有 就右边集合 然后DBA举个矩阵 一群人跳上去 然后对面双腹就没了 然后A点就没了 然后反观这边 LFC防守的时候 就感觉对面有八个人 对吧 有三个狂鼠在那狂轰乱炸 他真的是一波一个打 把对面炸的有点 我很想再看一摸刚才那个轮胎 是的 那其实整体的感觉就是 他们还是有执行的比较严谨的地方 就是他会先让裂空去落位 是的 裂空绕到后排了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再等待队友 同时大家都不要去探头 也不要血量有所减少 然后直接再一波忙 非常非常的合理 是的 那还剩下最后一张地图 我们看一下刚才的精彩回放 一会儿回来 就会让你再看一会儿 就会让你再看一会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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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